週五 中共通報單日新增病例再次破千 多數為5症狀感染者 而此輪疫情已經擴散到全國21省78地 當局稱 多個地區出現了不同序列的 10多個奧密克戎變異株 意味著清零的難度加大 在深圳 當局通報的本土病例 三天平均單日新增20例 數據有待核實 但看似並不嚴峻 不過 新上任的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已經發話 要調動所有資源 採取所有措施去清零 你看我們樓下 像戰場 看到沒 這大巴車停那麼多 準備拉人的 深圳呢 他可能有向習近平表忠的態勢 再一個呢 有可能整個防御系統頂不住 這一次疫情爆發 幾個病例他都要開始封鎖 微剿 那肯定這個數字是假的 就這兩種可能性 日本銀行野村證券的分析師 週一發出報告 顯示有41個城市 約2.64億人 處於完全或部分的封鎖中 較上一週規模再度擴大 現在是下班時間啊 按道理以前工業園區現在是最熱鬧的時候 全都是電瓶車 汽車 現在基本上就沒什麼車了 很少有人 外國投資者也是紛紛的在轉移他們的產業鏈 轉移到東南亞 轉移到別的國家 這是一個大潮 是個逃離中國的逃離潮 在中共反覆不斷的封鎖下出現產業鏈外移的現象 不少本地居民則是研究如何逃出小區或城市 早前有消息報導 有上萬中國富豪 計畫帶上資產逃到國外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號報導